佛教是什么你知道吗 佛教老实说它不算是宗教 它是一种教育 是佛陀的教育 名为极乐寺 但外观却不是寺院 要盖就盖一个不一样的庙 那什么样不一样的庙 是一个完全以教育为主的寺院 要上国际 登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堪称创举 在法国巴黎 成立一个尽空之友社 这个是前所未有 没有听说哪一个宗教 能够在教科文组织里面 成立办公室 要上国际 实践世界宗教和平理念 这外观不像寺院的台南极乐寺 为什么有这样傲人的成绩 所开办的汉学书院 特色又有哪一些 今天的节目就带您到台南市安平区 认识极乐寺 安平渔港位于台南市安平区 在台南市政府积极开发规划下 是一个多元化的渔港 结合周边古迹 庙宇等文化资产 发展成为安平港国家历史风景区 来到渔港 可以远眺安平港美丽海景 壮阳的大海 一望无际 它孕育出万物生命 而就在安平渔港附近的台南极乐寺 虽然宁静地住立在这里 但同样孕育着浩瀚的佛法精神 佛教老实说 它不算是宗教 一般说宗教要有一个创始人 通常是这样 或者说它信奉一个神 佛教照我们的理解 它是一种教育 是佛陀的教育 什么是佛陀 佛陀是一个觉悟者 就是他是彻底觉悟 宇宙人生真理的人 他觉悟之后 把这些真理宣扬开来 那么这个就叫做佛教 佛教它不是宗教 而是佛陀的教育 是释迦牟尼佛对始法界众生 至善圆满的教育 能开启人类的智慧 让我们了解宇宙真相 教我们认识真正的自己 也认识周遭的环境 金空老法师蒋经说法六十年 所采扬的就是佛陀教育的理念 而位于台南的极乐寺 便是为了红传他的教育理念而建立的 什么是佛 不知道 认为佛是神 这天大的冤枉啊 用佛算是神 你走不走够 佛教里头没有神 宗教里头有神 佛教不是宗教 打破一般人对于佛教的观念 金空老法师讲经说法时 总能用最白话的内容 让大家了解什么是佛法 老法师的理念 可以简单的归纳说 是修身为本 教学为先 就是我们一定要从自己 自身做起 把自己修好 然后才能正己化人 教学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人们必须要先明理 那他才能够做出正当的行为 所以关于教学方面呢 老法师他除了弘扬 这个佛陀的教法之外 他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因为这是老祖宗古生先贤 五千多年流传下来的这个宝藏 金空老法师 1927年出生于中国安徽 1949年旅居台湾 1959年 当时32岁的他在台北梯度出家 之后便在各地开始奖经教学 六十年从未间断 他精通佛教各派经论 对于儒学 道家和基督教 伊斯兰教 犹太教等各宗教的教义 也都广泛涉猎 也长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致力促进世界宗教团结 像是2003年起 他便受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和平会议 更在2017年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巴黎总部成立 近空之友社 有九个国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九个国家的大使 到澳洲 老法师他所创办的一个 敬中学院去访问 因为在那个学院所在地 图文巴士 老法师把那里的宗教都团结起来 族群团结起来 整个图文巴士十几万人 他们共同的目标 就是要把他这个地方打造成 和谐示范城 让全世界人看到人是可以团结 宗教是可以团结 不同的族群文化的人都可以团结 所以这些大使 因为听到老法师在那边所做的 这个成绩 所以他们就想去参观 参观了之后 他们很受感动 他们才知道老法师之前 在这个和平会议上所讲的 是真的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2017年3月 他们去参观 到了9月 他们就在联合国教科恩组织总部 在法国巴黎 成立一个净空之友社 在里面就设了办公室 所以老法师就可以去那边办公 然后可以在教科恩组织来办活动 这个是前所未有 没有听说哪一个宗教 能够在教科恩组织里面 成立办公室 净空老法师 弘扬佛法的足迹遍及世界 在台湾 吉乐寺为了广传老法师的各项理念 在一群有心人士的努力下 兴建完成 吉乐寺也在 净空老法师的进驻之下 成了弘扬佛法的重要基地 位于台南市安平区的吉乐寺 在2012年10月成立 外观不像寺院 而是如同学校班的建筑 这也是隐喻者吉乐寺 所肩负的教育使命 就是培养如是道三根齐渣 品德兼备的奖金教学弘法人才 这个事务上的他老人家 他跟一般的理念不一样 当时这个我们本市的住持 商务下行法师 就向事务上的人请示 他说他想要盖一个寺院在台南 就事务上就跟他讲 台湾这么多了 没有差你这一个 要盖就盖一个不一样的庙 那什么样不一样的庙呢 是一个完全以教育为主的 这个寺院 为什么呢 因为佛法它本质是教育 它不是宗教 我们看这个古代丛林 丛林就是古代那个寺院 它其实是一个教育的场所 它就是学校 我们都依照了 叔父上年的理念去 把这个吉乐寺盖起来 所以我们的空间 就是以教育大众为目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教育的场所 都是在吉乐寺里面 所以我们吉乐寺里面的教育场所 都是以教育为目的来兴办的 吉乐寺在台南市 静宗学会的支持下 成立了这栋地上六层 地下一层的建筑 每个楼层各有其功能 首先来到六楼的大雄宝殿 只见三尊大佛坐镇其中 他们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三宝佛 整个空间庄严清静 安定祥和 吉乐寺是我们的本师 那他的故事当中也很感人 因为他本身是王子出身 他后来为了要度众生 他放弃了王位去修古痕 最后在明心见性 在菩提树下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那一生都是在讲经说法 等于讲了十九年 都没有间断 用一个我们现在话来讲 他就是一个多元文化 这个社会的义务工作者 一生都在这个办教育 其实佛法的本质就是教育 所以他都在讲经说法 右边看到 如果手上我们莲花的 那个是阿弥陀佛 他是西方吉乐寺的教主 他在阴地的时候 我们讲有因有果嘛 他在阴地的时候 他曾在 他叫法藏比丘 在自在王如来佛之前 他发现了十十八大愿 他的愿心就是希望 广度众生成佛 所以我们为什么 每一个人都会念阿弥陀佛 那阿弥陀是什么意思呢 阿是无 弥陀是量 佛就是觉悟 也就是叫光明智慧 他就是无量的光明 无量的智慧 所以我们念佛 就可以得到光明智慧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念阿弥陀佛 我们就是这个原因 左边的这个是这个 药师佛 药师佛呢 他因为在这个 电光如来的时候 他曾经发下 这个十二个大愿 主要就是 就是说让众生没有病苦 能够衣食无缺 身降端严 所以目的就是消灾解恶 所以我们很多人 都称药师佛为 这个消灾严寿药师佛 那我们极乐寺呢 这个大雄宝殿呢 也是随顺我们一般 世间人的这个喜好 大家都希望无灾无病的嘛 身体健康 好 然后身相端严 所以我们就供奉 这样的这个三宝在这个地方 三宝佛两旁 还分别陪室有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韦陀 秦兰 两位护法 是极乐寺办理精进念佛的场所 接着来到五楼 这里是镜空老法师 每次从海外回来休息的地方 在这间会客室 老法师接待海外的贵宾和朋友 在一旁的藏经阁中 则收藏有大藏经 群书制药 四库全书及会药等书籍 值得一提的是 这套四库全书特别珍贵 老法师他为了延续这个传统文化 他花了很大的心血 而且也花了很多的钱 他很担心这个四库全书会因为灾难 或者战乱而毁掉 那么幸好政府还有这边的书局 他有印 那么老法师就买了112套四库全书 四库会要330套 他分任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来收藏 这样子就 哪怕是有各种灾难 也不至于说全部都毁掉 接着他就想 如果没有人读得懂 那这些就等于废纸一样 所以他就是要培养人才 能够读得懂四库全书 四库会要的这种人才 这个就是他来办汉学院的一个主要目的 在吉乐寺的五楼还设置有摄影棚 金空老法师奖金说法 就是从这里透过网络 红传到全世界 因为师父上人他老人家一生都是以教学为先 就是以红法来作为药物 那么一生在60年的红法生涯中呢 都是在推展佛陀的教育 以及如师道的圣贤教育 所以师父上人所到之处 都会设置这个摄影棚 那在师父年轻的时候呢 每天至少是讲课四个小时 都是在摄影棚当中 完成这些大乘经典的讲解和录制的工作 这也是老人家在几十年的红法生涯中呢 他特别重视用高科技来红法 用网际网络和卫星电视 来宣扬如师道的圣贤教育 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证 因为其乐寺肩负有教育功能 因此配置有多间教学 会议室和进修教室来开办课程 包括了国学 佛学 汉学 圣学根之根 以及道德讲堂等等 如师道三学课程 为培养传统文化师资 人才而兴学 季祖 是中华民族千年以来 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 伦语说 圣中追悦 明德归后矣 也就是说 季祖有着缅怀祖的 进化民心 振兴道德 和谐社会等正面的作用 可以让人不忘本 懂得饮水思源 极乐寺为了推广这项美德 每年都会举办 冬至祭祖活动 行踪献宁 月坐锦合之曲 我们一定要知道 约定不能忘记出现 中古传统无限的文化 到底是什么 最简单的说法 就是两个字 一个是孝 一个是敬 孝以父母为代表 孝是父母 敬用老师做代表 尊敬老师 迎神 祭祀 宋神 祭祖活动 庄严隆重 而位于修行楼的 万幸先祖纪念堂 就是举办这项活动的地点 前方供奉有西方三圣 中间为西方极乐世界的 教主奥弥陀佛 他的右方供奉的是 大士至菩萨 他头顶父母亲的遗骨 将自己的修行功德 回向给父母 代表孝亲 左边是观世音菩萨 他则头顶着佛龛 里面供奉的是欧弥陀佛 代表的是尊师 最特别的是 在万幸先祖纪念堂 四周还供奉有 一万七千多个 中华民族各姓氏 历代先祖牌位 这个当然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万幸先祖 那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教我们 这个孝道 孝这个字是在讲 它是一个智慧的符号 它是一个会议制 上面是一个老 下面是一个子 这个老代表什么含义呢 上一代它还有上一代 过去无死 那子代表下一代 下一代它还有下一代 未来无中 那上一代跟下一代 合成一体就叫做孝 所以我们现在要是跟父母分开 那孝就没有了 百善孝为先 这项祭祖大典 也越来越受到国际重视 甚至在英国伦敦和威尔士 也先后举办 跨文化 跨宗教的祭祖仪式 可说是国际上的创举 虽然说很辛苦 但是也觉得很快乐 那佛不赛也会加持我们 就身体都越来越健康 本来身体 虎头有点毛病了 做到现在的话 差不多12年 身心越来越好 烦恼越来越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我们师父要提倡来做这个道德讲堂 其实我们都感受得到 现在全世界可以说天灾人祸 天天都频繁的发生 而且这个世界 你看看这个污染非常严重 不只是环境的污染 最严重的是人心的污染 所以这个人心的污染是非常可怕 也就是我们讲的 才是真正世界的大灾难 那么怎么样来化解 消除这些天灾人祸呢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 学习这个道德讲堂 这些课程就是复国习灾最好的方法 道德讲堂是极乐寺相当重要的一项课程 2014年开办 每月举办一次 每次为期七天的课程 老师会透过精辟的解说 和学员相互交流传统文化的精神智慧 期盼学员能够将这股精神 内化在日常生活当中 改变观念 导正行为 进而身心安康 家庭幸福 事业顺利 课程中还会请学员上台分享心得 传统文化需要我们每个人 每一个弟子 每一个学员 每一个众生 所以我觉得我自私 今天晚上我觉得我有点一个责任 我说长这么大 我从来没有跟我妈妈洗过一次脚 她把我抚养成人 又在教育我的子女 可我却从来没有经过一次小 晚上回家我就给妈妈断了一盆水 给妈妈好好洗了一次脚 启动心灵深处的感动 道德讲堂开办以来 已经帮助了许多无助的学员们 脱胎换骨 宠获新生 在2018年前 我不喜欢谈到我儿子 因为我谈到他 我会不由自主地掉眼泪 然后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应该是教育的方法 我把它摆错位置 他不是一个可以念书的孩子 可是我硬要逼他念书 然后久而久之 我们的关系是很疏离的 是很陌生的 甚至是不愿意互相回应的 对 最糟糕的情况是 最糟糕的情况是他晚上不想回家 然后涉足一些不良的场所 然后做了品德有瑕疵的事 亲子关系不和睦 让吴小姐人生陷入低潮 为了拯救儿子的人生 吴小姐整整花了半年 成功说服儿子参加道德讲堂 结果让他意想不到 他要来的时候 其实他是 有一点 异性满山的 我看到他的眼神是一种迷惘的 然后你知道吗 七天之后我来接他 我看到他我从未看过的眼神 他的眼神是明亮的 是清澈的 他回来的时候 在班路上说 妈妈我要跟你下轨 我要跟你认错 其实我真的喜极而泣 我说 我等你 可是你要先跪外婆 因为她是我们家里 现在唯一的长辈 其实人真的是可以交得好 可是也要有福德姻缘 这个是很重要 还要给时间 然后 还有一点就是 要原谅 要学会原谅 我跟她说 我原谅你呢 你也要原谅你自己 所以我是希望说 善真的可以传出去的 然后以自己本身的经历 虽然对我们来讲是很痛苦的 那种也是一条不归路 有时候不一定走得回来 可是家人很重要 善知识更重要 是这个样子的 还有这位高小姐 是一位中小企业的老板娘 她不但是相当推崇道德讲堂 还把这样的运作模式 带到企业当中 后来我来这边学习才知道 原来管理是管自己 管理阶层 如果想要管员工 永远都管不好 要管自己 所以说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 在无形中都做错一些事情 造成命运的坎坷 这个就是因果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让命运顺 其实你只要透过忏悔 真诚心一激发 你看癌末都可以康复了 所以这边是超越科学 哲学 很生活化 真的就叫做家和万事心 所以说很适用于家庭 所以我就有心把它带进工厂 所以说当我在家里 稍微柔和委婉 终于有一天带我老公来了 哇 他也是非常感动 然后我们也在这里和解 然后我就觉得我过去太关注娘家了 都忽略婆家 然后跟先生忏悔 一忏悔他也是很欢喜 就说我们可以把它申请到宜兰吗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员工啊 亲友啊就也可以上这个道德讲堂 一位位的见证者在台上进行分享 往往说到激动处 无不真情流露 泪流满面 也许你会问 七天真能改变一个人吗 答案得自己去找 但从学院们身上 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 祖宗智慧的震撼力 的确是不可思议 在吉勒斯的一楼设置有香机组 每天早上 志工妈妈主动来报到 透过他们的翘手 煮出一道道美味蔬食 提供童修大德们可口佳肴 我的名字叫曾敬禅 因为我在从事 我来这个学会 我们从事的就是香机的工作 香机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厨房 那我在这边已经做了15年了 就是从一个 不是很懂得吃煮饭的人 就是一直边做边学 然后就是一直努力的在学习这样子 我们最主要 我们厨房的工作 就是最主要就是 要准备我们大厂里面的三餐 就是早中晚 我们厨房是全年无休 那所以大家都是以轮班制 来作为这个轮班的方式 不然这样子大家才有一个休息的空间 郑敬禅禅师姐是香机组组长 在这里服务长达15年的时间 道场活动所需要的餐食 都要香机负责 最高纪录层一餐要煮 1800人分的餐点 工作相当繁重 但在他们脸上看到的 依旧是笑容 虽然说很辛苦 但是也觉得很快乐 那佛不赛也会加持我们 就是身体都越来越健康 比如说常年的一些病 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好的 他就无意间就好了 比如今天腰很酸 突然间那个汤煮一煮 然后腰酸就好了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好的 就是像这样 就是常年的阴震就是这个样子 应该说是你发现的越多 你所得到的 佛不赛的回馈就越多 辛苦但欢喜自在 像这样的香机菩萨还有刘妈妈 她住在里极乐寺约20分钟车程的地方 但每个礼拜还是会来这边 报到三四天 而这一服务就是12年 先前也有学过佛 在家里看那个 精通老法师的讲经节目 对啊 刚好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营业机会 朋友介绍 过来这边的话 一做就差不多做了12年了 做这么久 觉得烦恼越来越少 妄念越来越少这样子 身体也有慢慢健康 本来 本来身体 骨头有点毛病了 做到现在的话 差不多12年了 身心也越来越好 烦恼越来越少 极乐寺每天餐点的设计 都要下足功夫来设计 全素的餐点 蛋白质 豆类 蔬菜的搭配都要考量到健康 尤其难得的是 这里很多食材 调味料都是亲手制作 像是手工繁杂的豆腐 也不假手他人 目的就是要让同修大德们 都能够享用到安全 健康 美味的餐点 在大家分工合作下 每道菜都色相味俱全 但您知道吗 在享用摘食的过程中 也是一种修行 平常他们讲台上 会写一个石纯五官 这石纯五官有五条比较长 我们简单讲 它的食指的意义跟内涵 就是希望我们在用在吃饭的时候 能够真正的回光返照 想到这个食方供养不容易 我们这个钱都是食方供养我们的 我们无论是在家出家 我们这些修行人 要感恩这些供养我们的 就佛门讲 施主一立米 大鲁须敏山 金生不了道 披毛带脚还 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回光返照 我们有没有那个德恨德行 能够接受这个供养 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的 用功精精 依教奉行 这是我们这个石纯五官 真正的意涵 好 打直 眼睛不是看我 眼睛是看哪个方向 来 转回马步重拳 因为武术它重点是要拉你的筋 以后要做什么事情都会很方便 听说你还有一个心愿对不对 对 什么心愿 第一阶段就是国手 第二阶段世界冠军 老师好 听老师叫好 请坐下 静空老法师一生以推动圣贤教育 弘扬传统文化为目标 今年更致力于推动一条龙办学 培育圣贤君子 人才为心愿 而基于这个理念 宏仁幼儿园在109年7月诞生 这个穿越一条龙当然跟上进下空老法师 我们尊敬的师父上人 是绝对是他的一条龙理念的落实 因为所谓一条龙就是从幼儿园到小学 到国中到高中甚至到大学研究所 都能够接受这个一条龙的圣贤的教育 那也就是说 从这个幼儿园开始 来给他学习圣贤的教育 所以当然跟师父上人的理念有关 那我们今天创办这个红人幼儿园 就是第一步 也就是说 孩子我们有一句话讲 这个三岁看八十 七岁看终生 所以也就是说孩子要从小就要教 如果能够越早开始 那这个孩子的根就像一棵树一样 就会扎得更深 所以这样的孩子呢 他在出生之后接受这个圣贤教育 就不会变坏 因为就让他这个善良的本性 可以显发出来 那用什么可以让孩子的本性显发 就是要考圣贤教育 所以这也就是一条龙的落实 鸿人幼儿园位于仁德区 与别的幼儿园不同的地方 是在正规的课程以外 还加入了传统教育内容 包括了教授小儿语 弟子归等等 目的是希望将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 还有孝亲尊师 知恩报恩的道理 从小打下德性的根基 另外 幼儿园在空间的设计上 也相当的贴心 干净宽敞的游戏区 小朋友能够尽情地跑跳玩耍 展露阳光的笑容 而除了幼儿园 还开办有汉学书院国小部 租借成功国中教室上课 同样在学习正规课程之外 还开设有传统经典教育课程 内容包括了三字经 百家姓 弟子归等等 我们首先要读读三字经 做观证 教理子 读经之事 左手压 右手指 三字经 人之初 信本善 信乡敬 信乡远 共无教 其实这是秉持着我们师父上人 上镜下空老法师 他的教育的理念 因为他一生都在推动圣贤教育 然后希望能够传承传统的文化 那所以我们在台南市的这个静中学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 在去年暑假开始来做教育的开办 所以这个学校里面我们就有三大的教学的特色 第一个就是经典教育的课程 那第二类呢就是属于我们的传统的学科 十二年国教的学科领域的课程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传统文化艺术教育的课程 这三个类型 所谓传统艺术教育 是让学生能接触传统艺术文化 包括了书法 国画 国乐和武术等课程 目的是希望能够开发小朋友的潜能 让他们进行多元学习 学院同时聘请专业老师授课 校长退休的执行长杨秀芝就是其中一位 我在公立学校担任了八年校长之后 我总共在公部门服务了三十一年 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尤其我到了这个年纪 我一生对教育的热爱 还有我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跟热情 应该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发挥 所以我就办理了退休 然后我到私立学校去服务了一年 到私立学校去开展一个不一样的事业 然后我很开心的就是我去接受挑战 而且我认为我达成了我的阶段性的目标 那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在一个很特别的机缘之下 我知道师父上人的一条龙的教育要开始开办 在国小部这个地方非常的缺人手 所以我是很诚惶诚恐又战战兢兢的 面对这一项的这个任务挑战 地址乖 总续 地址乖 顺人续 守孝庭 赤井庆 放太重 其实我们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 对 那就目前来讲 我们有从新北市来的 有从台北市来的 有从台中 嘉义 高雄 甚至呢还有一些是本来在国外的 我们有那个爸爸妈妈 有一半的日本协同 有一半的加拿大协同 甚至还有从美国回来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家长 对孩子的教育何其用心 可以这样奔波千万里 然后来到台南加入我们红仁 国际汉学书院来做这样的一个学习 家住台中的宇翔 在当地读完幼稚园之后 就转到了红仁书院就读 做这项决定是宇翔妈妈 然而台南和台中不算尽 宇翔妈妈为什么愿意 独自带着孩子在台南租屋呢 这其实隐藏着母亲满满的爱 他在还没上幼儿园之前 他其实是很活泼的 很有自信的 那可能因为当时没读过书嘛 所以他去幼儿园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那就后来就变得很 没有自信心这样 比如说他有很严重的鼻子过敏 对 然后因为他上课 要一直醒鼻涕 一直醒鼻涕 那可能会影响到 就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那后来有跟他说 他请他上课的时候 不要再醒鼻涕 对啊 然后他就变得 就觉得他 他就认为他做什么都是 是被否定的这样子 这只是宇翔在幼稚园 受挫的一个小例子 但宇翔妈妈看得更长远 她要帮宇翔找一个新环境 重新培养自信 宇翔 你拉的是什么乐器 二虎 二虎 为什么会选这个乐器 是你自己决定的 还是老师帮你决定的 自己决定的 当初为什么会选二虎 因为我觉得他声音 拉出来的比较好听 那学这个难不难 不难 不难 可是我看你刚刚 拉起二虎很好听 而且很有架势 那你学好他的这个方法是什么 就是 老师让课会讲符 然后把符记起来 那这样就比较好拉 抱拳 同学 捏手 抱紧 对 你没有转正 转过来 很好 她是傅成 是从其他公立国小转来的学生 别看她现在乖乖在这里上课 来这里之前 她在妈妈眼中可是好动 情绪波动大又难沟通的小孩 但现在可不一样 好 打直 眼睛不是看我 眼睛是看哪个方向 来 转回马步 冲拳 好 这边 好 眼睛一样继续持续看左方 好 不动 定好 上手 武术课 这在某些特定的学校才有的社团活动 在红人书院国小部这里 却是每个人都必须学习的课程 为什么年龄7到12岁的小朋友必须学习武术呢 老师有不同看法 从小开始学武术其实有很多好处 那除了身体上的一个可能作为拉筋啊 舒展她的身体以外 可以锻炼她的 可能在我们在训练一些 可能极耐力的东西蹲马步啊 那些她会觉得很辛苦 但是其实一方面也在锻炼她们的意志力 跟她们的专注力这样 那从身体上的锻炼以外 那我们从我们讲的学武宣习武德嘛 那从武术上的变化 变化很多的招式上面 他们也可以从上面去 学会如何把动作做到规范 那也就跟他们的生活一样是应对 如何将自己的规矩 把它规范做到好这样 武术是傅城最爱的课程 跟着老师喊节拍 每一个招式她都是用尽全力 在武术的世界里 她找到了快乐 因为在她小小心中 已经藏有一个大大的愿望 我是向傅城 今年八岁二年级 是 很棒 我看你刚刚打这个武术很厉害 刚开始学的时候会不会全身痠痛 不会全身之用 拉筋的时候脚会刺痛感 那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说干脆不要学了 没有 那它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可以打套路跟可以养生 因为武术它重点是要拉你的精英以后 以后要做什么事情都会很方便 对 听说你还有一个心愿对不对 对 什么心愿 第一阶段就是国手 第二阶段世界冠军 武术是富城最爱的课程 跟着老师喊节拍 每一个招式她都是用尽全力 在武术的世界里 她找到了快乐 因为在她小小心中 已经藏有一个大大的愿望 我是乡富城 今年八岁 二年级 是 很棒 我看你刚刚刚打这个武术很厉害 刚开始学的时候会不会全身痠痛 不会全身之用 拉筋的时候脚会刺痛感 那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说干脆不要学了 没有 那它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可以打套路跟可以养生 因为武术它重点是要拉你的精英以后 以后 以后要做什么事情都会很方便 对 听说你还有一个心愿对不对 对 什么心愿 嗯 第一阶段就是国手 第二阶段世界冠军 孩子放在对的地方 我觉得他进步很多 以前像他生气的时候 脾气就很暴躁 对 然后很难去跟他再沟通 但是我发现来红能读书之后啊 他的心渐渐的变安定了 然后在沟通上也可以很容易的对谈 对 所以我觉得他改变蛮多的 然后另外也很乐意帮忙做家事 对 那像我们相处之间 如果他在经典课程上有学习到一些内容 他也会提醒我教我 对啊 他成长我也跟着一起学习这样子 小孩子们的改变 家长都看在眼里 大家学习武术 虽然到现在只有短短时间 但已经有很好的成绩 第一次 自在推廣漢學 培養紅髮人才的成績上 還不止如此 更與成功大學合作 開辦了中文系漢學祖 碩士班和博士班的課程 若是獲得了錄取 不但每月生活費有所補助 學成之後還會由吉樂寺 安排到世界各地紅髮教學 雖然一條龍的教學理念 現在只是開端 未來吉樂寺 台南市進宗學會 還要籌辦國中部 甚至是高中部 期許培養聖賢君子人才 實現為天地立心 為生命立命 為往聖寺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 佛教不是宗教 而是佛陀至善圓滿的教育 這樣的精神 在吉樂寺里充分展現 聖寺寺 七八三